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 在这集录音中,我想来跟你聊一聊 怎么跟随圣灵的指引 我们在上回录音中 我们有聊到奇迹要带我们去哪里 奇迹要带我们回家 那怎么带呢? 就是透过圣灵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去聆听圣灵的指引 然后去跟随它 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好像就没有那么简单 那比如说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指引是圣灵的指引 还是其实是小我假扮的圣灵呢? 因为这个小我其实真的很会假扮圣灵 那其实我们学奇迹课程 我们肯定都有这种经验 就是说你以为你听到的是圣灵的指引 那你就去了,对吧? 然后最后就一塌糊涂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去反思这整件事情 你就发现 那其实你听到的是小我的声音 但它假扮成了圣灵 那么有人说呢 这个圣灵让我们去做的事情 我们一定会很愿意去做 我们一定会一帆风顺 然后就是我们内心一定会很平安 很有爱 但真的是这样吗? 不要忘了我们内在可是有不少小我的 那么小我呢 其实对于这个圣灵的指引 它是抵制到底的 它有的时候会有很强烈的反弹 那所以如果是圣灵的话 它不一定是在第一时间就让你觉得很平安 或者说很自在 或者说很舒服 不一定 那事实上关于这个圣灵的指引 我们应该分成两方面去看 那圣灵最主要要给我们的指引是什么呢? 就是教会我们宽恕 其实也就只有这件事情 就是指引我们回家 那其次呢 才是在这个幻象世界中 给我们一些外在的协助 那事实上你只要试着从圣灵的角度去看事情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不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它 是要从它的角度来看我们 那从圣灵的角度来看我们呢 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们唯一的问题 我们最主要的那个 也是唯一的需求是什么呢? 就是分裂 就是我们跟上主分裂了 我们相信我们跟上主分裂了 那这样的一个信念就导致什么? 导致我们失去了一切 一切的平安 一切的幸福 一切的圆满 一切的爱 OK 那这个显然是 那个最大也是唯一的问题 那所以从圣灵的角度来看 这个当务之急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协助我们 解决到这个唯一的问题 那所以它最主要要告诉我们的 要教我们的 就是宽数吧 因为宽数就是 唯一的一条回家的路 然后化解分裂的路 那就这方面来说 那奇迹课程 它其实就是最好的讯息来源 因为至少你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你要凭着一己之力 然后去通这个圣灵 很可能你会不通 就是通不到 很可能你会通到错误的地方 就像刚才讲的 你这个接通的是小我 那么既然有奇迹课程这么好的书 然后它也是 就是很纯正的 很纯粹的 这么的一个信息来源 那其实我们就直接读书就可以了 对不对 就是说你如果在这方面 你觉得很难接通圣灵的讯息 那其实你就读书就可以了 那我也曾经遇过一些人 就是说 不怎么读书 但整天就是想着怎么样去听到这个圣灵的声音 整天去接收讯息 但接收来接收去 其实这个频率都是有一些问题的 那这个就有点类似于 这个论语里面讲说 思而不学则但 那么有书你不读 然后你就整天在那边空想 那其实反而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而且其实就是本末导致嘛 那否则他干嘛大费周章 要传给你这么厚的一部书呢 就是要你读嘛 那如果你希望说 这个你读到的讯息 可以更有针对性 针对你目前的困定 那么你可以跟圣灵下怨心 然后再去翻这部书 随便翻 那往往你翻到的 就是说那一页上面 就会写着 就是说针对你目前的这个课题 或者说这个难点的那个讯息 那这个也是我自己亲身试过 屡事不爽 那么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个圣灵呢 他其实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 因为圣灵知道我们还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还有一具身体 那也还要吃喝拉撒什么的 那也还要使用金钱啊 等等这些 所以即便是一些很琐碎的一些小事 他其实也不会不在这里 就是给我们一些外在的指引 但是这方面就是次要的 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主跟次 把它区分开来 他要给我们的主要指引是宽束 那吃咬的才是外在的 那我们要特别小心 这个反客为主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长久 洗于这种小我的眼光 那总是会把身体 把外面这个世界看得很重 那很多人这个学习课程呢 其实主要目的 也是为了想要改变外境 那这样的话 就会变成反客为主了 那就会掉到小窝里面去 那我们可能常常会 这个问圣灵一些问题啊 会呼求他啊 但你有没有想过啊 就是这个圣灵啊 他是从上主来的 那上主呢 他是这个什么 全知全能 那所以这个圣灵呢 他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呢 他怎么会不知道我们的需求呢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告诉他 你的困难是什么 他都知道 而且他是一直在跟你发言 一直在跟你说话的 一直在告诉你 你该怎么做 那只是我们自己 常常不愿意去听 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圣灵好像 就是都没有指引我们 甚至问了半天 呼求了半天 也都听不到他的声音 好 那再来是啊 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说 我们听到的这个讯息啊 到底是不是圣灵的 还是其实是小我的呢 那一样 就是分开两方面去看 那就这个圣灵的主要指引来说呢 其实你就是对照奇迹课程 然后看看是否吻合 就可以了嘛 好 所以这个又会带我们回到什么 读书嘛 好 那你把奇迹课程读熟一点 把他这个架构弄清楚 那么你收到这个讯息 不管是什么样的讯息 就是你就可以立即判断 他符不符合宽恕的这个精神嘛 那就圣灵给我们的次要指引 就是外在这些指引来说 他的形态就可以有 基本上无穷多 可以有很多很多形态 那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他不希望你去的一些地方 不希望你去的路呢 他就会设一些路障 那然后你就会发现 往那个方向走啊 就是一直走不通 而且这个路障 通常不会只有一两个 那这个时候你就应该 就是学着去放下自己对于 应该走什么样方向 走哪条路的执着 然后试着去走走看 相反的方向 其他的方向 通常圣灵愿意让我们去的 就是他会 你会有一种水到取成的感受 但是这个水到取成呢 就是 它并不意味着 就不会有一些宽恕课题 它肯定会有 因为我们还有小我 所以我们也会有相应的课题 不管我们走什么样的路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录音分享 跟你谈一谈 就是这个所谓圣灵的指引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也做了一些归纳 那最后呢 我们也广告一下 就是在今年的这个年底 12月30号的礼拜六 那我们在这个台北 就是有开设一天的这个实体工作坊 那这次的主题是讲 怎么面对老病死 然后怎么面对人生的失落跟下坡路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就是报名参加 那如果想报名的话 或者想了解的话 可以直接私讯我 那我会亲自跟你说明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录音 那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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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